婆家嫌弃我残疾,装修房子找我要四万,我给六万,没想到因获得福。 我叫李琴,出生时,左手是残缺的,所以我一直很自卑,在我26岁时,爸妈开始给我相亲,他们说以我的条件,只能找二婚男人,或者40岁以上的,我不敢反驳,晚上悄悄地捂住被子哭,后来,我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。 我拿住自己攒的钱,去了镇上一家面粉厂打工,每天都要上12个小时的班,工作很辛苦,但我就是降着脾气不想回家,因为我知道,只要回了家,父母肯定要逼住我相亲,由于工作出色,很快我就换到了一个优秀小组里。 这次的换组,让我遇到了刘然,她长相一般,但总是带着笑意,跟她一起工作,我总是能感受到她的积极和认真,由于我是女孩子,刘然经常会帮助我干活,班族里的其他人都嫌弃我是个残疾,但刘然没有,仿佛一点都不计较我是个残疾人。 有次中午吃饭,刘然拿住饭盒走到我旁边,把自己饭盒里的肉和鸡蛋都给了我,她说我太瘦了,要多吃点补补。 从小到大,刘然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,我感动得热泪盈眶,没想到她居然给我擦干眼泪,对我说,你觉得我怎么样?做我女朋友怎么样,我会对你好一辈子。 我吃惊地看住她,她却摸了摸我的头,傻丫头,我怎么会在意呢? 其实我以前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残疾人,腿在工地被砸了,所以我懂你的感受,不过别自卑,我喜欢的是你的善良。 刘然带住我回了她家,未来婆婆一看我是个残疾,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,我大儿子娶的可是城里的老师,小儿子娶个残疾回来。 这让村里人怎么看我?你知不知羞啊,残疾人还想嫁我儿子。 我被婆婆说得脸通红,恨不得找个的缝钻进去,我知道婆家嫌弃我残疾,但是我真的想找一个自己的喜欢的人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刘然看到我的样子,怒住发火,妈,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,我是比不过大哥,但我也从没想过跟他比。 刘然说完,就逮捕我离开了,一个星期后,我们拿住双方的证件,注册结婚了。 婚礼那天公婆觉得我丢人,也没来,婚礼是在一家小餐馆举行的,只有几个工友,举行得很仓促,但我却觉得很幸福。 结婚后,我们自己租了房子住,凭借助努力,我们也攒了不少钱,准备回乡盖套房子,这时,婆婆突然打来电话,委婉地说家里房子漏雨,要重新翻修下,找我们要四万块钱。 我和老公对视一笑,第二天,我骑电瓶车回去,给了婆婆六万。 婆婆眼里情绪很复杂,叹了口气说,妈错了,以后你们小两口,有空就常回来,我大儿子是有钱,但从没孝顺过,找他借钱千难万难,这次妈找你们要钱,也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,没想到你们,唉,妈错了。 我笑了笑,妈,做子女的孝顺你是应该的,不管你对我们怎么样,我们对你都是真心的,以后有什么事,尽管白找我们,婆婆握住我的手笑了,经历这次事后,我和婆婆的关系缓和了,婆婆逢人便说我的好,再也没因为我是残疾人就另眼看待。 没想到三年后惊喜来了,婆婆老家房子拆迁,赔了七十万,婆婆说这个福报是我们给的,骑驻三轮车给我们送来了五十万,大哥和嫂子虽然眼红,但婆婆始终不改他的决定。 就行了 ra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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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